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一点也不恐怖的奇幻短片《怪物拉里》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3点01分了 卷毛作为停车场管理员 只要这里还有一辆车,他就不能善离之手 只是这个车的车主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在这个小小玻璃房内的他,现在只想回家休息 百无聊赖的他在椅子上转着转着 突然发现了地上失误招领的小盒子 里面放满了被遗失的物品 卷毛惊喜地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派的 打开屏幕后,显示的是一本小说 《怪兽迷宗》 图片伴随着文字映入眼帘 这是拉里,一个树谷临寻的怪物 他从来不在太阳底下出没 人们捉弄拉里,因为他长相怪异 这让卷毛皱起了眉头,接着往下看 是一张拉里的细节照 拉里只想要一个朋友 此时小玻璃房的灯光开始闪烁 卷毛觉得有些怪异 拨弄了几下开关 突然他看到远处停车的地方 似乎有一个不明生物在动 房间里的灯又开始闪烁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不明生物已经不见了 卷毛觉得 是自己熬夜熬得老眼昏花了 也就没有在意 继续往下看小说 又是几张拉里的大图 书上说,拉里住在一扇窗户后面 他能透过玻璃看见你 看着诡异的大眼睛 你会是拉里的朋友吗? 卷毛头顶的灯彻底熄灭 他看向窗外 既然真的看到了一个 形似拉里的怪物 他赶紧拿拍的拍下来 怪物却瞬间消失了 一阵奇怪的声响 吓得他蹲到了桌子底下 灯泡也恢复了正常 受到惊吓的他探头出去 一个女人放肆大笑进过窗户 这大半夜的 你这笑声想吓死谁啊 他们就是那最后一辆车的主人 卷毛提心吊胆的 看着他们的车缓缓驶离停车场 生怕会出什么篓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怪物拉里也没有再出现 卷毛算是松了一口气 也能回家了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反正我是被吓到了 不能让我一个人静待 好东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被吓到的小可爱 前来别生气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 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